大家好,欢迎回来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超级大的美妆开箱 最近买了好多新的彩妆 都是一些我很想很想试的 有一些是没有怎么接触过的品牌 我先给大家看今天视频的量 超多的 OK,开始今天视频吧 今天视频的所有的彩妆 我都会打开给大家看里面的样子 以及上手的试色 然后之后呢 今天所有的新品我都会出 Get Ready With Me 或者First Impression 或者是上脸化妆 这一类的主题 你们都能看到他们在其他的视频里 直接上到脸上 来,开始今天视频吧 我们先从日系的品牌开始吧 Suku他们家很多我挑出来的彩妆 然后以及我想试的 先去投一下今天结尾呢 会有一个小小的giveaway 就是Suku 我给大家挑了一个他们家比较火的一个眼影盘 OK,我们先从眼影开始 这盒是07号 据说他们家粉质是非常非常漂亮 里面是这个样子的 它这个盒子啊 跟之前我看的眼影的盒子不一样 它是这种漆面的光面的 哦,这个拿到手上好有质感哦 是这样子薄薄薄薄的一层 很像一个随身携带的一个镜子 哦,就是这样子 他们家大名鼎鼎的 渐变色的 超漂亮的 然后我之前做过功课嘛 据说他们家这个配套的刷子的刷毛也是质量很好的那种柔顺一点那种质地 这个镜子也是震震方方的一块 从它最深的颜色 哦,它那个粉质真的好细哦 就我在摸它的盘的时候就是搓不出粉质的那种 你看就是这样用力搓 它都不会看到那种粉力 哦 这颜色好漂亮啊 感觉跟我今天的眼妆很搭耶 它是粉色 但是它有一点点眉红在里面 就是有一点点艳丽那种 但是看上去就很温柔 它中间还有一层是那种渐变的 我想看看会不会颜色不一样呢 最浅的话 我怀疑它可以当高光色 哦,这个就是有点像PK107的那种感觉 就是四有四五的那种 我应该不会用它来当高光 但是可以去用最浅的这个颜色 去综合一下这种深的颜色 虽然我今天想好说不要上脸 但是忍不住耶 嗯,好上色啊 我是占中间一点点颜色耶 嗯,自然一点温柔一点那种 我感觉它可能局限性还是有一点小 因为它毕竟它这个刷面比较小的那种 这个是04号 我喜欢的那种秋冬色了 哦,这一盘我好喜欢 有一点点偏紫的梅子色 啊,这个颜色好漂亮啊 它粉质真的好好啊 完全不存在粉的现象 太细腻了吧 这一颗里面稍微有一点点筋 非常的不明显 你们在相机里是肯定看不到的 我肉眼上能看到一点点吧 然后这个颜色感觉它在脸上有一种绽放的样子 颜色不像是这一条 就是感觉那么的实在在那边 这个是05号 这个就是我梦寐以求最近很想收的那种类似腮黄 就是比较偏黄色那种 就还蛮不一样的 那种青春的汁都要被炸出来的那种感觉 那我们先刷手看看它到底有多黄 这一块应该就不算是特别黄 我有看网上真的是有那种真的是黄的那种 这个呢就是跟我们平时会用的腮红比 它是完全不泛红的 有一点点土色 然后带一丢丢橘在里面 但是我觉得是那种 我需要抹第二层给你们看才能看到一点点 就有一点像肉色 像我今天那个衣服 今天这个衣服我很喜欢 我觉得很好看 是一个睡衣 很上镜 看起来很温柔 对总之我觉得这个是跟今天那个睡衣 是同一挂的那种 有点像睡衣中间这个颜色吧 肤色接近裸色那种 给你们看你们的礼物 这两盒呢 是他们家比较有名的一个眼影盘 我买了两盒 一个是送给你们的 是03号这个 Benny Miyabi 这样是他们家比较有名的一个配色了 有一点点那种咖啡色 属于比较感觉蛮冷色的吧 就跟欧美的眼影比呢 它是不是那么的显色 我刚刚一抹它上面的苏库 几个字就没了 对 这个是那种咖啡色 我很期待 这样子一抹粉 这个好看 很温柔的香槟色 这个好漂亮 可以作为眼头打亮 它粉质真的感觉上手啊 还有上手臂都是那种感觉很均匀的 视频的最后呢 这个送给你们 我再给你们讲怎么抽奖吧 这一支是 是什么 我不记得了 苏库他们家睫毛膏 想象的 哦这个睫毛膏 就是拿着手上的质感 比我想象中要 没那么的好 因为刚刚眼影啊 还有腮红 我都觉得质感很棒很棒 那睫毛膏相比来讲 就是更加接近 评价一点的日系品牌了 摸起来有一点点像 可能比Kiss Me的重一点点那种 感觉好像没有说特别的高大上 哦它是属于那种比较细的 纤细的 我最近有点迷上那种 根根分明的睫毛膏 就越根根分明 我越喜欢 然后以前我是那种 喜欢浓密型的 稍微有点苍蝇腿 我OK 现在我不行了 我不想要苍蝇腿 一点都不想 刷两下 那它颜色是黑色 然后这一管呢 其实还蛮短的 跟正常的睫毛膏比 感觉是 嗯 我CPB的那一支的 三分之二吧 算是比较小贵的 好 这边还有一盒是 Cream Blush 他们家的这个膏状腮红 啊 里面这个盒子很像 Tom Paul的 他们家的眼影 然后这个盒子 也是比较有质感 更像 我最近新视频里 最爱里面 给大家提到的 那个高光 就那一盒 膏状的高光 Miranda Kerr 那个牌子的 Cora Cosmetics 然后里面是这样 又是我非常喜欢的 这种 有一点点带土 摸出来是这个颜色 漂亮漂亮 而且它是那种 湿湿的质地 有一点点油感 所以说它抹出来那一条嘛 不干 是那种很湿 然后有点发亮的那种 就我抹在手上啊 到现在 还是有点湿 还是没有干 然后你看我这条手臂 给你们试色的感觉 有没有就是跟平时 我试欧美的眼影盘 或者欧美的三红 都不太一样 就它都是那种 淡淡浅浅的颜色 那如果你喜欢 日料圈 我刚才说日料 如果你喜欢日系彩妆 那种淡淡的感觉的话 我觉得这个 高涨三红 虽然我没有上脸 我就非常喜欢 然后只看手臂试色的话 还有这个 这个腮红 我也还蛮喜欢的 我摸了好几次啊 它那个也不会往里凹 就有点像 唇蜜的那种 好 我现在叠在我上面 刚刚那个粉红色上面 好像看不太出来 再到下一样 最后一样 苏库的产品是一个 定妆粉吧 我记得 苏库Soft Velvet Loose Powder Face Powder 好大 拿在手上 感觉很好 那个牌子 我觉得都不显眼 就是非常小的 一束条下来 然后里面有一个 自带的粉铺 这粉铺 在脸上质感好好啊 刚撕开就感觉 它的粉是 一条粘在一块 就是感觉 压得很实 我沾了一点 在这个粉铺上 已经不白了 哇 我沾太多了 还好我在手上弄了一下 的确是那种丝绒感的 没有一个盖子 所以它粉铺 就只能直接往上放 它会有一点点 掉的到处似的 因为它粉出来的 还蛮大的那个量 它们的彩妆类 我发现都是用黑色的盒子 然后护肤类就这样子 整个是白色 比较纯净的样子 这个是Suku他们家的一个 Lip Concentrate Balm 它的那个扁的程度以及高度 我感觉跟刚刚这个 是一模一样的 大小也是完全一模一样的 它摸上去好硬哦 一般来讲 你摸第一次的时候 然后稍微用点力 它不是会有一个小凹槽吗 被你摁进去 因为那些都是软软的嘛 这个Lip Balm 感觉很硬 没有任何的味道 然后剩下两个护肤产品 一个是Hydrating Mist 我们从喷雾开始说起吧 喷雾水是长这样子 它这瓶子感觉很像 就Muji他们家会有的瓶子 就看起来很环保 然后也是软软的 很轻 不是那种 稍微重一点的玻璃瓶啊什么的 像大葡萄家 或者是萧雅丽黄后水那种 OK 为什么我按了那么多下 它这个味道 感觉是像喷家里的 那种居家用品的一个喷雾 然后这个香气就刚喷出来的时候有 但是 现在就没有了 我刚刚为什么喷那么多下 因为前面几下出来的非常不均匀 你明显感觉到有几颗那种特别大的水 住在我鼻子上什么的那种 然后多喷几次以后 它那个喷头就出来的比较均匀了 嗯 你看 喷雾我超喜欢的 但是这个喷雾才60ml 价格的话我记得当时也不是很便宜 所以我看看好不好用吧 盖子是有一点点偏绿色 你看到吗 然后再下面一个呢 是他们家的 Light Solution Essence 也是那种软软的瓶子不重 拿在手上 然后里面呢 精华 哎呀 很水润的 精华质地 手上我刚抹下去了 感觉很细腻 然后很好推开 剩下呢 还有一个我自己囤货 就是Kate他们家的一个睫毛打底 非常好用了 然后让你本身就很好用的睫毛膏 能够再如虎添翼的那种 这边还有Kate的一个眼线笔 跟Kate他们家的一个睫毛膏 这个睫毛膏 我第一次看到啊 是这样子 bling bling的感觉 我今天睫毛也是刷了好多层不一样 我最近买了好多个新的睫毛膏嘛 然后再试不同的睫毛膏 但这个睫毛膏啊 比刚刚苏古的睫毛膏要实称一点 它的长度啊什么的 还有宽度 肥度都大一点 眼线笔 我这次去日本呢 应该会买很多很多日装 所以 之后打算做一下功课 看到底哪些好用 我拧了很久 它才出来一丢丢那种 应该是属于可以涂出来 是极细型的那种 哇好黑啊这个颜色 完了 下手有点太猛 这种啊 就是我非常喜欢用来填Waterline的笔 我今天前面出去带Charlie了 没怎么太画 就没怎么好好的才去画一个妆 所以Waterline这边都没有填 就眼眸开始变得有点深了 有点黑了 这个好黑哦 出来的颜色我还蛮喜欢的 你看就刷出来是那种很细的那种 如果好用的话 我以后就再也不买Tom Ford的那支眼线笔了 因为真的好贵啊 这个眼线它不晕得 牢牢的粘在我手上 但我这样n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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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回去刷它的话 它会有一点点变淡 但是没有说就是会晕出来 这边的也是 就是这边看上去还蛮容易变浅的 哇腮红真的是纹丝不动的感觉 但是眼影我这边刷一刷它就快掉了 好日系的彩妆 今天开箱就已经结束了 剩下呢就到欧美的产品 如果你不想看这个part 你记得拉到最后看一下 怎么参加抽奖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发现一支非常好用的一个口红 这支口红的名字叫做Danger Liaison 我现在就上嘴给大家看 我非常喜欢它出来的那个饱满度 以及它非常的持久 毫不挪位 有没有有一点像那种 加重版的Walk of Shame的那种颜色 有没有这个颜色 哦好显白啊 对对对 我要跟你们讲最喜欢的是哪个地方 就是我很久都没有用这种刷子型的霧面的口红了 真的很久了 特别是现在夏天前面那个刷子嘛 它有一个这样子的切片的那种 就前面那块特别特别的薄 它tipped的那个地方 我顺道买了一个他们家的这个面膜 Instant Magic Facial Dry Sheet Mask 当时我是看它在结帐附近的那个旁边 像是那种像Sephora你check out的时候不是有好多东西可以让你玩一玩你在排队的时候 我发现所有的化妆品都应该做这种东西 因为女生真的就是会摸一摸摸摸摸要不然买一个试试吧 这个就是当时贵姐跟我说吧 这个很好用 然后它是可以连续用什么五次干的面膜 不是像其他面膜里面是有水的 这个是干的 我看看它是Instant Magic Facial Dry Sheet 它可以保湿可以紧致可以去你的皱纹 我很需要去皱纹这个东西最近老了 然后还有让你皮肤比较滑和亮白 这几样就是放在一个面膜的纸上 虽然我知道它里面肯定有一些是没有什么那么明显 或者在每个人的个体上是不一样的吧 但是它这几个词往上一起买 OK 这一张面膜是里面只有一张 然后还可以一共用三次 就是说你用完了一次你再把它放回去 然后下一次可以再就是连续使用三次 它有一个勾耳朵的地方就把你耳朵勾住 然后呢你再用手去按摩这个面膜 就是往里按它会有一些非修波友 进到你的脸里面面膜就启动了 然后呢你再等15分钟就OK 这个概念还蛮新颖的 我是很喜欢那种要不然就很好用 要不然它做的很新颖啊 或者packaging什么的很特别的那种东西 虽然它可能没有说那么好用 但是我也会很喜欢 有没有人跟我是一样 我很喜欢纸质面膜 因为我喜欢敷完了以后脸上很清爽舒服 然后人又很精神 但是我不喜欢的就是它会滴水这个事儿 有一些它不是说特别多的水分就还好 我躺着或者站着不会说特别影响我 有一些呢就是水分很足 它精华液啊美容液什么的 会流的就是到处都是满脖子都是 下面呢还有几个湿答答的面膜 就是Kiehl's的这个 这个是Clearly Corrective White 美白保湿的一个面膜 那它里面呢其实用的很多成分 就是低管的那个去斑的 那关于那个去斑产品 我后来看了一下大家对那个产品的评论 是分两个极端的 有人觉得超级有用 有些人觉得超级没有效果 我可能是属于那种超级有效果那种吧 我是觉得对蛋斑啊美白都还挺有效果的 总之这个面膜也是属于那一个系列的 然后它里面一共是有六张 每一张是长这样的 目测下来用手掂量了一下 它好像也属于那种精华 应该不是属于特别特别多的那种 接下来还有一个Kiehl's的面膜 这个我用过 然后之前是他们送的一个小样 我非常喜欢 所以我这次买的是他们家的一个大罐 是这样子 它呢是有针对性的 就是说现在是夏天 然后你不是容易晒吗 晒了以后它是一个晒后修复的面膜 可以让你的皮肤就整个 Calm down 它里面有Aloe Vera 就是有那个芦荟 修复那个晒伤啊什么的 然后我之前用那个小样呢 就是感觉吧 在脸上是它有一个 Refreshing的感觉 里面是长这样的 闻上去也是有一点点 蜂蜜味道 很轻薄的一层 在脸上就好了 它也不黏腻 去洗脸的时候 你会觉得你脸上本来 晒出来的那种红色啊 或者是有点脱皮的那种 干燥的情况 它会整个有一些缓解吧 接下来呢 再是几个防晒的产品了 这几个防晒的产品 是我今天刚刚收到的 资深糖的 那其中这一款 是我自己也有的 我自己在用的 一个涂身上和脸的 一个防晒的东西 那我因为上面写是 For face or body 那一般这种东西 我会只涂身上不去涂脸 这一颗新的呢 我就先不拆好了 我把我们家这一罐 用了差不多快一半的 给大家看看质地 它是里面有一个小颗粒 让我喘下气 我刚才是跑上了 这样子摇一摇 把它摇匀一点 再把它涂在身上 你看我用的多恶心 就它比较不好的地方 就它前面啊 用着用着就是会变得 这么的脏 然后你一定要每一次去 用纸把它wipe off之类的 你才能够保持它干净 但是我就懒 我怎么还那么喘 我跑的是有多快 OK 给大家看它质地 它是这种水乳状的 这样子很好用 特别是涂身上 就它涂在身上一点点都不黏腻 我非常喜欢这个 而且它有SPF50 如果你下水的话 它里面可以防晒80分钟 制定呢 就是你看涂出来以后 是一点点都不油腻 我不喜欢那种 不管是在脸上 在身上 特别是在身上好吧 我不喜欢那种黏的东西 因为在脸上还好 你又不去贴着衣服 或者一直去蹭人家什么的 但你这个 在身上的防晒 如果黏的话 就真的会黏衣服 蹭衣服那种会难受 就会忘记自己涂的是防晒那种质地 就是这个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 剩下几个呢 我就没有用过了 给大家看一看 首先有一个 懒人好用的这种 是喷雾型的 其实喷雾型的防晒 我真的用的比较少 但你们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就喷雾型 我一直会担心 你说像这种抹的吧 我至少知道我抹在哪些地方 但喷雾型的话 会不会喷得不均匀呢 既然如果喷雾型是 能够很均匀的话 为什么所有的防晒不做喷雾型呢 因为喷雾型真的很方便啊 这个跟刚刚那个 也是一模一样 for face and body 它喷出来根本就是 真的是水耶 然后我在想啊 就是我对喷雾型的 这个防晒是零 知识为零 那我喷完了以后 我要用手抹呢 还是说它就等它自然的挥发 它就防好晒了 它这个质地 跟刚刚我上手的质地 比起来还要再轻薄 更加不粘不稠的那种 这个我喜欢 spray generously and spread evenly by hand 就是说它还是需要用手推开 像我们刚刚喷在胳膊上 然后你要用手这样子把它给抹匀 OK这样就比较make sense了 就会比较匀吧 功能上和使用的方便程度 我是非常非常喜欢的 最后一个防晒产品 晒后修复的一个东西 应该也是for face and body 就是这感觉是一个系列的 这三个产品 大概是我这阵子收过的 非常非常实用的公关产品了 谢谢自身糖 里面其实好像是不需要咬的 因为没有任何的猪猪 然后我们拿一点出来 是这样子的 也是流动性非常非常强 跟刚刚我们用的那个防晒是一样的 一点不粘腻 自身糖他们家做 防晒真的做得不错哦 A highly nourishing beauty restorative emotion formulated for knees of skin after sun exposure 就是它是给那种 你晒后了以后皮肤不是会有点干 有点热辣辣的那种感觉吗 它是会安抚你的皮肤 然后也是像我们平时用在脸上那种晒后修复的产品 现在彩妆看一下已经结束了 有点舍不得关相机 因为我现在录的好high哦 可是我已经没有新的东西给你们分享了 今天视频的最后呢 再是我订了几个团货的隐形眼镜吧 因为之前有人问我说 就除了Femi的美瞳 我是找代购买的 那其他的我平时日用的是哪些 就是Femi那个美瞳虽然是很好看 然后也很舒服 但是就是比较贵嘛 那我平时会买稍微评价一点 也是日泡的就是define这个类型的 它有好多不同的颜色 我比较喜欢的就是我现在手上拿的这两个 就是我用过的 一个是紫色的 然后一个是这样子橘色的 寄过来也不用收关税 是一个加拿大本地的网站 所以如果你住在加拿大又很怕关税之类的这种东西 的话你可以去那个网站试试看 我会把信息都写在下面的信息栏 我戴隐形眼镜会比戴眼镜还要再习惯一点 因为我好久都是长时间的去戴隐形眼镜什么的 所以长时间有那种镜框在脸上 我反而会觉得很重 包括我平时运动啊什么的 或者抱小孩我总是觉得戴眼镜有点不舒服 或者你知道吗 我戴眼镜查理会一把抓下我的眼镜 就整个就很狼狈 然后又很就是很难受那种你知道吧 我还是比较喜欢戴隐形眼镜 总之呢这里面是两个我觉得还蛮好看的颜色 你们如果想尝试可以去试看 就是我觉得是日泡里面 虽然没有说像Femi那种类型那么的有点扩大瞳孔 或者颜色那么漂亮那种 但是它也是我今天眼睛也是戴的那种 就非常自然吧 然后是可以everyday戴的那种 另外这个是咖啡色 我现在眼睛上戴的就是这个 今天视频的最后送给大家这两样小小的心意吧 一个是Kate的这个眉粉 然后另外呢是刚刚给大家看过的这个 Suku他们家的一个眼影 合并成一个礼物送给一个小朋友 然后大家可以在我的YouTube YouTube这个视频下面给我留言 点赞随意吧随意吧 我会随机的抽出一个小朋友 然后再寄给你 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抽奖方式 谢谢大家支持我的频道 好那以上呢 就今天给大家录的所有的这个 新的彩妆那个开箱 我非常非常的开心 我感觉就前面我还是有一点点困的 然后到后面就打开了那个画夹子 然后现在录完了有点舍不得 好那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 拜拜